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接种新冠疫苗第三针加长针之后的感受 我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接种了第一针 然后2月的时候接种了第二针 当时都有录像跟大家分享 在昨天星期六早上11点的时候 我去接种了第三针 情况跟前面两次差的不是太多 还是挺痛苦的 大概过到下午五六点开始 就有那种发热发烧的感觉 晚上10点多我就上床睡觉了 一般我是周末都熬到11点半12点才上床的 主要的感觉是 哎哟我胳膊特别痛啊 自己脱衣服穿衣服梳头都是成问题的事情 同时呢我实际上已经做好准备 再去打针打完针 我马上就吃了一粒500毫克的泰诺 然后之后就每六个小时都吃一粒 所以昨天晚上睡前就吃了一粒 那个时候浑身发冷 我都没有测温度 觉得肯定是发烧了 可能不是太高吧 可能37.5不到38度 因为我想看自己发烧有什么大的帮助呢 还是吃药吧 吃药能够缓解身上酸痛 不仅是胳膊痛 浑身每一块肌肉都痛啊 觉得就是特别不舒服 到半夜的时候发烧就发得非常高 觉得脸肉特别热 大概两三点的时候起来又吃泰诺 早上起来今天是我带大家训练 做肌肉训练 我还是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决定练一下 因为我想早上起来那段时间没有发烧 练一下呢 让身体活动一下 出一点汗会好一点 但是我是注意了 就是没有做那种强度很高的运动 在做我有一部分 HIIT高强度的波比跳的时候 我就没有做或者是同时让我的先生带我做给大家做演示 所以那一段因为主要是往下起来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头疼的厉害 这种身上痛 头痛 没有胃口 乏力 发烧 发冷 主要是我的感受 现在已经是一天半过去了 还没有好 下午的时候又发烧 又睡了一觉 也吃了退烧药 希望到48个小时 就明天早上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事情了 我也还是按时上班 明天早上没有请假 我的想法是 因为CDC和FDA上周都出来 推荐说 在医护工作者里面 可以打 我自己考虑我自己副作用的可能性 因为我是老年女性 不是了 就不是青年男性 青年男性有一个心肌炎 心胞炎的可能 我本身不是在这个领域 不是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内 所以副作用不是那么多 我本身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不打疫苗 得了新冠之后 即便是轻症也有35%的人 会有长期的副作用 包括神经炎 所以对我来说 不仅要防重症 防止新冠造成的死亡 同时防止轻症 同时要防止自己作为一个传播员 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这是我的决定 好 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是问题 希望在下面留言 下次再见